大家好,欢迎来到白美老棚,我们的有机小菜园 今天的题目是五月防冻药卷 在加拿大的东部地区,四五月份的温度非常的不稳定 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很低 今年就有不少人,四月育苗或者是室外定制长出来的菜苗都被冻伤冻死了 绝大部分夏季蔬菜的菜苗,它的最低忍的温度一般都不能低于五度 实际上夏季蔬菜,成熟的菜叶它都可以短时间忍耐五度左右的低温 但是刚刚长出来的这个嫩芽的菜苗不行 今年我们采用传统的防冻薄膜保护的话,效果很一般 主要是因为晚上有大风,风一吹,连夹子带薄膜全部吹走了,就不保护了呗 后来我们迅速找到了一种更简单,而且更有效的防冻方法 就是把家里这个菜里面所谈谈罐罐的那些空盒子,这个全部找出来 然后照着这个要保护的这个菜苗上面,有封的时候用石头压着,没封的时候直接放可以了 这个盒子一般都比这个薄膜要厚得多,所以它防冻效果反而更好 你们看啊,这个保护的效果非常好 每个这个要保护的这个菜苗都完好无损 没有丝毫的这个异常现象,长得非常好 成败在于细节啊,这里有个小诀窍,就是说不能够早上马上把这个保护盒拉开 要等到中午以后,太阳比较大的时候,温度已经稳定回升了 再把这个盒子拉开,这样的话才不会造成这个菜苗的损伤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晚上受冻的菜苗 温度如果低于五度的情况下,受冻的菜苗 它早上如果突然被阳光照射的话,会很快的死亡 在没照射之前,它好好的,阳光一照,它就死掉了 所以等到下午温度回升到10度以上的时候呢 再让这个受冻的这个菜苗呢,受阳光的照射,就没有问题了 用了这种方法以后啊,我们这个保护的成功率达到了100% 这一块是我们纪念荷兰豆的菜苗啊 它是豆类植物中的例外啊 荷兰豆的菜苗能够承受零下四度的低温 所以说一般的霜冻是毫无问题的 微粪只要不下冰雹,下大雪 所以根本不要考虑保护它,很简单很方便 几乎所有的春菜啊,比方说萝卜类啊 白菜类啊,这个奇菜类,芥菜类,甘蓝类,萝卜类 这些所谓的春菜,只要是在室外直播种子的话 它都能抗霜冻 所以说五月份,这个只要不下冰雹,下大雪 这些菜都没问题,根本不要考虑保护 还有一大类就是去年入冬之前 把种子播种在土下面,今年春天长出来的 或者说是去年自然过冬到春天长出来的 这类蔬菜在五月份的低温的时候 需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呢? 答案是一般都不需要 这类蔬菜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 月是幼苗期,它的抗能力反而最强 比方说,我们菜里面今年春天长出来的 这个白河啊,洋浆啊,还有芦笋啊 这些刚刚长出来的菜苗或嫩芽 在这个只要短时间内,不低于零度的情况下面 一般都不会被冻伤 还有这个大蒜啊,还有韭菜啊 实际上它们的幼苗阶段呢 都能够抵抗这个短时间内大于零度的这个低温 最后啊,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啊 所有的这个夏季蔬菜的四六月苗 以及所有的夏季蔬菜的盆栽 一旦这个晚上可能会出现最低气温 低于零上五度的情况的时候呢 通通都要拉到四六来进行避难 否则会功亏一篑,后悔莫及啊 谢谢大家,欢迎订阅点赞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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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见